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始是李映冲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李映冲师傅 哈啰 大家好 又来到李映冲风水命理的节目 今天继续是2021年的2月19日 刚刚就录影了两集 一集是富豪李嘉誠、李超人的命格分析 另外一個是馬雲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八字裡面可以做到超級富豪 現在說回公司的八字 可能大家都會有些趣味性 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所謂的大台 TBB TBB的一些年月日 去分析一下 在你們螢光幕面前的左手邊 1967年就是TBB公司的成立日 而右手邊1984年的1月5日 就是它上市的那一日 我們可以在這兩個八字裡面 可以隱隱然看到一些現象 是幾有趣味的 很多人都想知道 究竟一個曾經很輝煌的無線電視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喜樂 我們可以從八字裡面來講 去探討一下 好嗎 好了 我們先看它的成立 1967年 丁美年成立的 丁美 辛亥 丁亥日 成立的時辰不古了 不用了 因為只看它的年月日 可以看到一些現象 都幾特別 想讓大家研究一下 好了 首先來講 1967年 剛剛成立了這個電視台 就和這個 麗的電視 我差點都忘記了 以前那個叫什麼台 麗的電視 比拼一下 很大的 你看到很有趣 就是 在這個成立公司裡面 它真的長期有個比堅 你見到無線電視 它自己的丁亥日出生 它連署有個丁美 就是說 它永遠都要跟別人爭的 成立的時候 就和麗的電視爭 麗的現在是桑皮 就是亞洲電視 就是桑皮 現在就會變成網絡電視 或者MU TV 這樣的情況 始終都要跟別人爭 有比堅是跟別人爭取的 有趣的 有什麼現象 待會我們如果有機會 再分享一下 比如MU TV 或者是亞洲電視 那些 可以讓大家參加一下 你當它人 這樣看 好了 在這個香港 當時在這個 八、九十年代 就是這個電視台 最興盛的時候 當時大家 是回到差不多一年多 的時候 陳慧嫻 林奕蓮 張國榮 譚詠 譚詠 大家不同的 很好看的電視劇集 什麼網中人 什麼什麼 什麼 那時候電視台 沒有娛樂 大哥 是不是這樣看電視 晚上九點半 有什麼好做 看電視 那時候很輕盛 當時來講 麗的電視 亞洲電視 是不夠無線費 大家都知道 九成的收視都在無線 剩下最後一成 就是麗的 為什麽呢 因為 當時 頭那二十年來講 無線電視 是在行的 叫做 官殺大運 你們看一間公司的八字的時候 不用捉他的喜用神 你不要經常為了 捉喜用 人們在批八字 很喜歡 就是捉用神 有用神 就有運 走沒有用神 可以死得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公司 你不是一個人 OK 所以 公司 沒有用神 都不代表他會死 他都不會有生命 就是看他的起跌 他在行官殺運的時候 這些水就會打他的比堅 OK 這些官殺運 就會打他的比堅 比堅是他的競爭者 當你行官殺制比劫的時候 就是代表我可以獲勝 這樣的意思 他跟人家賭錢 最喜歡的就是在行官殺運 你行官殺運 你賭錢通常都會贏 為什麽呢 因為寧和遊戲 你官殺黑了對方 就是你贏 就是這樣的意思 很簡單 好了 所以他在這個二十年裡面 他不停在那裡迎頭趕上 麗的那時候 當然是 完全是不夠無線費的 但是 因為這個八月 丁火一元 是冬天 行水運的時候 他有很大的壓力 代表當時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香港政府 禁止電視台 賣香煙廣告 八十年代 行貴醜運的時候 所以 電視台的廣告收益 是非常受到大的影響性 是貴醜運 殺東收 是這個現象 所以他經營 雖然我們在眼裡見到 無線是很輝煌 但是 其實 當時 他是一個非常經營 辛苦的一個時間 1984年 當他入七殺運的時候 七殺是代表開創的 我們在人裡面來講 代表創業 而1984年的時候 正正就是無線電視 要上市的時間 就是你 看到眼前右手邊的八字 1984年1月5號 就是無線電視上市 號碼好像是511 好像是 忘記了 就是這個八字 一會兒再跟大家分享 上市的八字 好了 上市之後 當時 1994年到2003年 這十年隔人大運 94到03 這十年隔人大運 就是隱然的丁火 走這個隔人大運 他就是 蹦蹦蹦蹦蹦 就是他的事業做得 是很成功的時間 好了 好了 跟著 2003到2004 就是天運裡面 七運轉八運的時間 大家記得 每二十年一個天運 現在就 積極要轉到九運 2003年的時候 就是七運轉八運的時間 2003年不是 張國榮 梅艷芳那些是過身的 那時候剛剛轉運 羅文那些都是 那些大聲 就是在轉運 其實正在過身 好了 在2003年的時候 無線做了一個什麼行為呢 就是他由清水灣 搬到將軍澳 由清水灣這個地方 搬到將軍澳 但是將軍澳的風水 就不夠清水灣好的 其實無線 即是說 當無線搬到將軍澳之後 其實運勢是下波的 因為風水是不夠清水灣好的 所以他搬到將軍澳之後 發生了很多不利的事情 例如說 跟四大唱片公司交往 令到一些明星不再上去 變成那些什麼勁歌金曲 那些就沒有了一個好看的現象 那些全部 慢慢的香港小姐 慢慢慢慢都開始少了人看 好了 當他2003年搬到將軍澳的時候 原來就是剛剛他要轉運的期間 所以好像一個人的八字這樣 當你每逢十年大運要轉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轉工 或者是婚姻有變化 或者是你會搬屋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你轉一個是衰的運 即是代表你搬的屋 或者你轉的公司對你不利 那無線 2004到2013這十年 這個月貌運又是木運 為什麼發展不夠甲人運號呢 因為甲人是陽木 月貌是陰木 陰木即是花花草草樹木 這樣的意思 我們叫做濕木雙丁 因為花草樹木是濕濕的 濕濕的時候 生冰火就會有困難 陽木就是乾柴 乾柴才可以生滅火 所以月貌運的格局 被甲人運低了 因此在月貌運的時候 無線那個力量 即是那個運勢 開始衰退了 很多人士方面的不和 裁員這些東西 很多都在月貌運裡面 就會出現了 就一個不理想 好了 我們看一看這個股價 看看股價 股價不一定反映它真實的盈利 因為大家都知道股價 是很多人為的操控 是不是 我們看看無線電視 這個上市日的八字 它是貴賀年甲子月 無縮日丁至時 冒討這個字 就是代表 它這間公司成立日 在局的立地點 生日冬天 水旺 財生薩旺 薩廠代表有地位名色 那樣的意思 以前我講股票的八戒講過 一間公司裡面 它在自己的行頭裡面 做到一個有地位的現象 你通常多數都會見到七殺的 譬如國泰 匯豐 恆生銀行 阿里巴巴 騰訊這些 因為它在行頭裡面 有龍頭的現象 所以通常都會見到一個 很有力的觀察 那無線 在電視製作裡面來說 是屬於龍頭大台 所以它的上市日 偏偏就會見到七殺的 很奇妙的 好了 這個八字我們叫做用火 叫做殺印雙生的八字 代表地位名聲 好了 看看它的八字裡面 反映它的股價 反映它的股價 它最好運的時間 就是秉仁丁茂 這二十年了 因為是木火雙生 木土要見甲木可以取貴 木土要見火 在冬天可以僑候 木火土 1994到2013 這二十年的股價 就是它最高的時間 好了 但是呢 因為它要走入 2014年 木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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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呢 木神運 這個是純土運 來的 這個土 是不是會 夾黑它的財星 夾黑它的水的財星 好了 那財星是代表一個人的經濟 也都是代表一家公司的經濟 那如果在股市裡面 都是反映它的股價 走到這個木神 夾黑它的財星 所以無線電視 由2014年開始 它的股價 就不停下沉了 那它的現象就是這樣 OK 好了 看回它的股價 2024年紀字運 天黑地沖的聯署 我們之前分析說過 一家公司的聯署 代表那家公司的領導者 管理層領導人 行這個2024年紀字運 2024 這個紀字大運 天黑地沖它的貴害 那是不是代表這一家公司裡面 可能它的高層有所變動呢 可能是 好了 而第二方面來講 因為這個紀字 這個是劫財來的 劫奪它的財星 合走它的七殺 七殺是它的地位 代表在這個十年大運裡面來講 會有劫財的物體 劫財就是競爭者 那電視台的競爭者 就是第二個電視台 OK 會有第二個電視台 走來結奪它的地位明星 就是搶它的大佬的現象 就是搶它現在大台的現象 那就是說呢 在2024年到2033年這十年 這個紀字運 天黑地沖它的貴害 破它的財星 合它的七殺 代表在這個運裡面來講 它的盈利 或者它的股價 未必可以再有一個明顯的勝負 當然 任何一隻股票 都會有在留言裡面 突然間彈升彈落的 OK 只不過你說 如果作為一個 比較長線的投資裡面來講 無線電視看法 不是一個理想的 投資項目 雖然它 都在九運裡面來講 是熟火的行業 但是呢 你說 在它八業裡面 因為你熟火 你不是全部熟火的 公司都一定會升的 總有一些是比較跑輸大市的 那可能無線電視 這個股價 在紀字大運來講 都不是太理想 因為這個紀字 這個自害相衝 而紀土合走了它是七殺 合走了它是木 所以呢 代表它的江湖地位 會受到挑戰影響 而我們看回它自己 那間公司的成立 非常非常非常巧合 無線電視呢 在2024 就進入這個叫丁治運 在這個大運裡面來講 這個字字呢 又是丁府的劫財星 哇 你說哪有這麼巧合的 它上市公司的八字 又行劫財 它成立公司的八字 又是行劫財 是不是 命理 就是玄機 就在這裡 那它2024年 行十年劫財 這個劫財 會衝它的官升 官升是代表它的地位明升 那就是說 2024年 打後這十年裡面來講 它的江湖地位 在它的成立日 都見到同一個現象 那就是兩個現象是match的 成立日的公司又match 上市公司又match 那就是說 無線很明顯 是 運勢已經是無福當年用 那其實 那些東西是很match的 我們叫做複地複人居 當 為什麼你會搬去 由清水灣一個很好的風水的位置 是將軍路電視台那個地方風水不好 那為什麼它要轉去那個不好的地方 是因為它開始轉一個 不是那麼漂亮的運 越馬運 又隔運轉越馬 OK 好了 金兒也有這麼巧 又一直在反映著它之後的運勢 它的龍球大佬的地位 會有動搖的現象 那就是說 會有一些新興的台 或者是 現在已經有一些的台 這樣 可能就 搶得它很厲害 搶生意搶得 會有這樣的現象 好了 那而呢 那今年2021年 不是說 什麼曾志偉那些 就是回去無線 這樣做那個什麼顧問啊 管理這樣做的 主要是領導層有變動 那非常之特別呢 就是2021年呢 今年呢 就是新丑年 那新丑年呢 就跟它成立的聯署的丁媚 就是天黑地沖 聯署是特別是領導層 管理層 管理者 那也都有 又隱隱言又反映到 這個人事的變動 對不對 都幾特別 但是變動了之後呢 會有幾年運行的 因為2022年 是任人年 2023 是貴貓年 2024 是甲神年 那 這三年裡面來講呢 是 非常不錯的流年來的 OK 是一個 好流年來的 那 這三年是一個好流年來的 因為無論在丁火裡面 喜歡見到木運 任人貴貓 甲神 就是一個木的流年 暫在 墓土日園來講 他在行這個墓神 這個的比劫運 也都喜歡行木運去祭他的比劫 所以無線 在2021年 當他轉了一些 的領導層之後呢 第二二二三二四 會有三年的好景 但是呢 去到 這個 2025 月智呢 就要小心了 因為去到 2025 月智的時候來講呢 在他的上市公司 成立的 就衝他的太歲 也是他的大運的 幾次 的月智 雙衝他的太歲 而站在 他自己成立的公司來講呢 月智在那裡 天黑地衝他的月儲 也是衝他兩個官星的 所以 2025年呢 可能又會有一個 不利的震盪 不利的震盪 然後就會慢慢下降 如果你說短期的 無線 短期的無線 短期的無線 以幾年去內 去看 二二二三二四 這三年是有運行的 OK 有運行的 這三年之後 就 看定些了 OK 這三年是有運行的 那師父 我想請教 有運行的意思 是不是似乎 可能股價都會有所反應呢 有機會的 因為這三年裡面 在他的成立日的公司裡面 是有運行 在他的上市公司的八字 都有運行 所以這三年裡面來講 因為這個就可以反映到他的股價 這個就是反映他自己真實的生意 這個是反映他的股價 所以這三年裡面來講呢 相信 有機會 可能可以谷底反彈 大家可以 研究一下 不是叫你們去買 我叫你們去研究 以一個 學術 立場 去研究 無線於三年的股價 是的 那師父 下一集我們講什麼話題 下一集 看一看研究一下 要不是ViuTV 要不是ATV 好不好 研究一下 ATV這個名字 很久沒聽過 好吧 再見